6月18日,为期分天的小机汽车加购车节圆马落幕。 此次购车节,由古鲁岛利特天级汽车销售公司和朝阳利特天级汽车销售公司共同举办,参展人数超过1万人次,共销售汽车135台。 此次购车节,人们最关注的是小机汽车在退出的终身免费保养服务,此项服务要利于最终消费者。 小机汽车加一中身免费保养这样的有致服务,换了车主对我们企业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增加暂停与车主的互动交流,增强企业与客户的粘性。 张华妹,英菲尼迪,三菱,雷克萨斯,尼桑,凯迪拉克,丰田,陆湖等展台美轮美化,呈现出高标准车展的美感,给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独具特色的视觉盛宴。 据了解,凯迪拉克,丰田等多个主流品牌,在购车节三天内均收获颇风。 此外,路虎也受到消费者的追捧,其成交数字同样显然,此次端午购车节,很多消费者喜提待车。 目前为止,小机汽车家的终身免费保养服务,共服务车主4680位,服务车辆10590辆,服务里程有105000公里,为确保客户安整无忧。 小机汽车家未来还要继续增加更多的服务项目,进一步降低客户用车费用支出,制定更完善的保修保养专属服务, 让车主和盲商能够更好地享受到来自小机汽车家的卓越服务。 相信,未来的小机汽车家一定会不断地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它的发展无可限量。